台大失声抗议 但是在这个捷运新装机场呢 开发到现在也是问题不断 当地的乐生疗养院呢 新旧院区都大受影响 院民今天再度到捷运局前抗议 希望呢捷运局能够立即停工赶快签场 乐生疗养院走山事件争议不断 院民一早就到捷运局前怒吼抗议 场面一度混乱 因为捷运新装机场的新建 造成新旧两院区裂缝不断之外 院区在最近几个月内下滑状况越发严重 滑下来整个旧院区滑下来 导致新院区也滑下来的危险 比三个月前是严重非常非常多 原本在20108月时乐生工地下滑到黄线处 导致旧院区土地松动而下滑 推向新大楼 而依据工程师的最新判断 新大楼的策压将改变方向可能会加剧 救院区的下滑情况 希望大家将心比心院内的老人一字排开 诉说待在院区内每天都得胆战心惊 而捷运局的回应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现在的状况仍然是安全的 我们从今年6月份开始做这样的一个长期的安全方案以来 我们围请了台湾省大地专业祭司工会 全程的对我们的设计 对我们的施工 对我们的监测 做密集的观测 到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数据都是安全的 监察院虽然在今年8月针对此事纠正捷运局 但捷运局表示已取得各单位的认同 施工还是势在必行 抗议团体走遍各公家机关 事隔一年再度回到捷运局前 虽然证实还未得到想要的答复 但是希望透过抗议能够让大家了解到 他们目前进退不得的处境 欧队TV黄云庄周一柔台北报道